我们最后,关向量的运算,我们讲最后一个运算,叫做Triple Scalar Product 这个在中文里面叫做向量的混合集 那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定义就是UXGV在dotW,它既有XG又有点击 所以它的结果是一个数 因为前面这是个向量,后面这个是向量 前面的括号也是一个向量,先做XG再做点击 当然根据点击的定义,我们也知道这个等于WXXU 点击UXV,因为点击是跟顺序没关系的 这是它的定义 那我们把XG和点击的运算结合起来 那么在坐标系下 UXV 点击W,我们可以写成这是U1,U2,U3,V1,V2,V3,W1,W2,W3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顺序 也可以把这个顺序写过来 这是W1,W2,W3 这是U1,U2,U3,V1,V2,V3 这两种都可以 那我们根据行列式的展开 我们知道我们交换第一 我们根据行列式的这个定义 展开式的定义 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这里我就不再去详细证明 等大家学了这个先行代数以后 我们知道一下行列式的禁止以后 我们知道这运算是没有问题的 那它的几何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说 向量的点击 首先说向量的差距 向量的差距的摩场正好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向量的点击相当于是我们可以去找它的一些几何的东西 它的几何定义实际上我们用Projection那一部分可以去解释 那么在混合集呢 混合集相当于是什么呢 这是U 这是V 那么这是W 对 那么三项量混合集它的意思 它的混合集的意思 它实际上是我们这样的组成的一个平行的六面体的体积 这平行六面体的体积是我们三项量的混合集 这是Volume 就是有这三个向量所张成的一个平行六面体的体积 就是有这三个向量所张成的一个平行六面体的体积 这一个平行三项量可以把U V和W 这里我们 不再去详细去说 那么当然 跟这个有关还有一个定理 如果说是U V W,它是共面 他们如果三个向量共面的,它的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UXGV.W等于0 这个证明倒是也不难 因为我们知道UXGV是同时垂直于U,又垂直于V的 那么如果说W跟UXGV的DOT PRODUCT等于0 那么也就是说W也垂直于UXV 那么W肯定是在U和V的这个平面上 这是我们的混合集 混合集的定义 那就直接用行列式去计算 我们可以看一个立体 我们看一个立体 我们是 A是1,2,0 B是2,3,1 C是4,2,2 然后M是X,Y,Z 它们在同一个平面上 好,那么我们就 Find X,Y,Z Find a relation 我们在关于A,B,C的一个关系 A,B,C它应该满足些什么关系式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混合集的方式 我们去算出三个下量 那有四个点 我们就有三个下量 那么A,B 是等于1,1,B A,C 是等于302 然后AM AM就是X-1 Y-2 和Z 那我们看一下 三向量共面的充分必要条件 是它们的混合集等于0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A,B A,B 插击A,C 我们DOT AM 我们用这个 写出来 用这个行列式写出来 302 这是X-1 Y-2 和Z A,B 我们可以按第三行展开 我们习惯了把它写到第一行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第一行和第一,把这个A,M放到第一行,A,B放第二行,A,C放第三行,这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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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那我们先得到X-1 X-1 那么就是剩下的就是2 1乘2-0 所以是2倍的 所以是2倍的X-1 那么Y-2呢 是负的Y 那么Y-2 画掉它所在的行和列 就是2-3 2-3是负1 负1 Y本身它是第一行第二列 所以它本身是负的 再加Z Z就是负3Z 那这个要等于0 所以说 所以说就得到结果是2X加上Y-3Z 这边是负2 负2 所以是等于4 这是XYZ 它们所应该满足的关系是 那么这里我们就直接用到的就是3 3个向量的混合器等于0 就是它们是共面的